原标题 宝家为国 更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士兵 精准的枪防 高超的武功 他们的战绩让我们这些后辈轻得一阵热血沸腾 我们也能感受到抗战的不易 能够拥有现在的生活 我们应该珍惜 在抗战时期 有这么一位士兵 他被称为火牌机炮 手榴弹扔得又远又准 他就是郭廷臣 禁随军第二十四军 第七十一是第四百二十八团的一名普通士兵 一九三七年的十月 辛口战役爆发 日本的百元师团派了两个连队的兵力 对四百二十八团施行猛攻 打了半天 团长郎能觉乎军对敌 怕被日军包围 下令撤退 之后 日本很快占领阵地 并继续追击四百二十八团 四百二十八团撤退到蒙藤 前有山河后 有高山 居高临下的地形 日本的坦克无法穿越河流 优势火力得不到发挥 于是 他们又调动十多架飞机 六门火炮对蒙藤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有着猛烈的火力掩护 日本大军疯狂涌向四百二十八团 截图一举拿下四百二十八团所在的高地 因为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团长王能觉也沉着应对 等敌人靠近战壕 战士们突然杀出 机枪手榴弹横飞 将敌人打回去 一天之内 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 双方伤亡惨重 副卫班长 连掌阵亡 情况极其惨烈 而即便如此 一连的阵地依旧固若金汤 鬼子在一连的阵地上寸步难尽 一连面对比自己多三倍的敌人 依旧能够坚守阵地 多亏了火牌地炮 郭亭臣 郭亭臣身材魁梧 臂力过人 因为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 为了防止牛乱炮 他就扔石头打牛角 时间久了 就练出了一手扔石头的本领 后来参军后 就成为了军中的头弹能手 网络图片他的力气比较大 普通人能将手榴弹扔三十米远 他就能扔五十米 而且还很准 正是因为这样 团部专门为他配了两名助手 一个帮忙搬运手榴弹 一个将手榴弹的引线拉开 递给他 就在蒙腾的战斗中 他一个小时内扔了一百多颗手榴弹 又准又狠的手榴弹将日军炸得晕晕呼呼 就连冲锋小队长都被他扔的手榴弹当场炸死 战斗结束后 都已经是傍晚了 伊林的坚守任务也完成了 而郭廷臣的胳膊已经肿到没有知觉 战后团长王恩绝亲自给他嘉奖 还将他从士兵升任到连长 但是最后却被郭廷臣拒绝了 理由是 自己本就是一个莽夫 也不识什么字 那样的职位还是让黄浦的学生来当 就这样 他拒绝了嘉奖 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 郭廷臣拒绝了团长的挽留 回到家 又老老实实当起了农民 平平淡淡地过完了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